再跟大家唠了女科 7月12号的时候 中国召开了一个叫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玩意儿 不出意外 咱们当今圣上再次发表了重要的讲话 为世界互联网指出了方向 话说圣上不当个交警 真是趋了大财了 真的 这要当交警 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那是妥妥的事 分分钟 圣上指导世界互联网发展具体言论 我就不给大家通读了 为什么 是因为圣上指出的各种道路与方向 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就是您但凡在正经学校里 学过这专业的101的课程 都能比他指挥的好 这也是圣上最与众不同的地方 他老人家能熟知几乎所有专业 所有领域专业以下的能力 就是您理解这事吧 就是您上个正经学校 您然后学了专业的知识 那个叫专业 圣上他能熟知所有领域专业能力之下 这个事情比较厉害 论广博的话 我像我这种吃了十年时政评论饭 做过五年记者 然后甘拜下风 即使是到今天好多专业 我是完全不敢涉及 真的 当然了 我不是标准 是吧 我只是拿圣上作为一面镜子 反照自身 反思自己跟东亚为二的天降伟人之间的差距 对吧 但是您可能比我强 这是非常可能的事 我个人倒是特感兴趣 这个圣上眼中的这个世界 是有啥组成的 对吧 就赶紧去找这个与会国这名单 找了半天 在北京商报那找着了 还是张截图 这到底是不是也不敢确认 就是我看到了是这些名单 如果那有什么问题 责任全在北京商报 或者是责任全在美方 日方也可以了 然后看了这个名单截图之后 我这地理知识就再次增加了 上次增加 还是在找中国护照的免签国 免签资料的那次 就知道了好多以前文所未闻的国家 真的 以及那种听着耳熟 实际上完全不知道在哪的国家 这是第二次 丰富了我对世界的认知 所以我必须这次要把整个名单 全部国家与会国的名单都给列出来 您听着 阿富汗 阿塞拜疆 巴勒斯坦 韩国 韩国乱入 吉尔吉斯斯坦 柬埔寨 老郭 马尔代夫 老郭吧 那应该念 马尔代夫 孟加拉 尼泊尔 尼泊尔我去过 托莱托 马拉维 毛里求斯 纳米比亚 尼日尔 苏丹 索马里 乌干拿 俄罗斯 黑山 马其顿 巴巴多斯 哥斯沙利加 古巴 哥伦比亚 智利 吉里巴斯 密克罗尼西亚 脑鲁 以及萨摩亚 图瓦 图瓦 当然我在说到那个念的刚才念的脑鲁的时候 我都还惊一下 我说 哎 脑鲁这地方是不是盛产鸟粪那地儿 好像没几个人 几万人吧 然后他老人家应该鸟粪开采 开采已经完蛋了 应该是没啥钱了 他那地方基础值挺差的 可能很快就会在太平洋上吧 这个烟波号码当中可能会消失掉 这么说吧 这是特别惭愧 平常也是自取自己的走单闯北 走过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几百个城市 一看这名单 就忽然激发了这个世界这么大 我要去看看的这种雄心壮志 这名单里真没走过几个 比如说我看了一遍韩国肯定是去过了 对吧 尼泊尔我去过 再往下就完全都没去过了 甚至于好多国家 古巴去过 剩下那好多国家吧 我都不知道在哪 像基里巴斯这是个啥地 然后密克罗尼西亚 萨摩亚 我去 就反正这些地有些是属于是我知道名字 有些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原来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个地 对吧 这个确实不知道 所以我打算真的世界这么大 我就要去走走了 走完一遍之后 我只要能够安全回来 将来必然在自己的墓碑上加一头衔 知名闲的蛋藤驴冒险家 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如您所见吧 这就是圣上眼中的互联网的世界 以此为基础架构的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吧 要说我现在心中出现的一个场景是什么呢 就是老板的天龙八目 您看过吧 到最后的时候啊 慕容傅老兄呢 坐在坟头 投戴这个纸扎的皇冠 让一帮孩子跪拜之后呢 分堂那镜头 阿毕姑娘说了啊 说乖 明天再来玩 还有糖吃 大概给我的印象 大家就是这么 就这么一个镜头的这种济世感 慕容傅算是可恨当中呢 有点让人心酸 这个呢 互联网大会 大概世界互联网大会 大概就只能让人有一种这种 沐喉而观的这种济世感了 滑稽感 其实呢 说起来 中国办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 也不是一年两年了 跟这个不是一个意思 那个是办会 永久会址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组织 但是呢 它两者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呃 那个互联网大会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 在浙江乌镇 呃 永久会址举办 应该是从2014年 2014年开始的办这玩意儿 开始时候还真行 对吧 所以说呢 中国啊 大概是这个全球前三的这种网络上 闭关锁国的国家吧 可是毕竟呢 咱人口基数大 哎 互联网应用很厉害 就算没啥真的那种原创型的那种互联网啊 的应用啊 可是你拿回来之后呢 你就干的确实是不错 呃 这一事 用这些方式呢 让中国互联网应用确实在全世界 几乎有一种独树一帜的感觉 甚至于我在国外生活 有时候就会发现 在国内习惯了这些互联网应用之后呢 国外的这些确实会差 它用户体验什么都会差一些 啊 包括付钱 包括它的给你服务 确实会差一点 呃 但是这就算毕竟培养起这么大的 庞大的互联网市场吧 呃 比起朝鲜古巴的这之类的地方来说呢 还总是一片呃 万物净发 啵啵啵生机的景象 对吧 哎 这个还是有的 所以呢 就是刚开始那几年还行 那两年我记得有几张照片 其中一张呢 一帮是互联网的一个大佬啊 呃 坐了一桌子 呃 就是包括像谁啊 呃 现在的 其实金字头条在吗 我反正就是那一帮人 特别牛逼的一帮人 在一个某个馆子里吃饭 那一桌子都是风云人物 身家加起来我都不敢算 我算 我也算不过来 呃 呃 这个确实是很牛逼很牛逼的 那没几年的时候啊 就没几年之后呢 这就物是人非了 对吧 但那个镜头里边的大佬们呢 还在场面上活跃的 应该几乎是为零了 呃 几乎都为零了 为什么呢 那是他们呢不是远赴海外啊 就是就是在名义上呢 至少谢谢了第一线的这个职务 呃 怎么说呢 就是做企业能做到那个程度的人呢 一般来说是永不退休的那种人 那都不是常人 真的 你这您别不服气 呃 觉得觉得说我在那个位置也行啊 我赶上这个风口也不会差呀 我接触过这样一些企业家 跟你比如说拿我比吧 我跟人家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就是包括眼光啊 包括智商啊 包括甚至于精力 就他们那个精力充沛啊 都你根本就比不了 所以你像我们这样的人跟跟他们 我就我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我们之间巨大的差异 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差异非常非常的大 那当然了您可以觉得我本身 你拿你当什么标准 你他妈就是个垃圾 对不对 我就比你强 那您这随意 这您随意 虽然在私在我这 我输出我输出我的观点的时候 我觉得我全是对的 但是我从来没敢说牛逼到就是那个 嗯 比很多人都强 对吧 比90%人强 我已经很开心了 这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这些人呢 都不是说啊 在公司经营上啊 有什么毛病 才退出这一线管理岗位的 几乎都是这几年啊 看清了大势所趋 对吧 或者是呢 挨过社会主义铁拳之后 终于知道什么叫极路永退了 比如说马云马老师 现在在西班牙打高尔夫呢 啊 那就这是一种 呃 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呢 本着这个生意当然重要 呃 那重新开始啊 哎 也都也都是这个路数 这一时间呢 乌镇这块就是怎么说呢 乌镇风流烟消云散啊 呃 最近几年 这乌镇的互联网大会呢 不但是外人来的少了 就是各大国产互联网公司啊 也就是去捧个场 呃 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个意义 慕容副 不是 那个 我咱当今圣上啊 还是希望掌握这个世界潮流了 呃 哪怕是为了面子也要做这事 表达一下呢 这自己的遮羞布还跟脸上挂着呢 对吧 那 所以呢 就这回呢弄了这么一个世界互联网大会 呃 这么个组织就成建制的组织了 结果呢 怎么着看上去吧 都像丐帮选帮主 韩国呢 乱住 哎 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呃 怎么说呢 一个世界上对普通民众网络封锁最严的国家 呀 办这么个组织 要说这不是个笑话呢 那就真没什么是笑话了 不过呢 咱圣上最牛逼的地方在于啊 只要我不觉得尴尬 尴尬就是别人 对吧 这种精神呢 也是我作为海外孤中啊 最佩服的圣上的精神特质之一 但凡兄弟我能学到三分 对吧 估计怎么也比现在混得好 至少呢 不用这个做视频啊 给我家这毒宝和松花挣着点猫粮 好 谢谢诸位 呃 纯吐槽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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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